現在李律師 2016既然買了這個車 經過了三四年的努力 他的客戶當事人不一樣 以前是一般的泛泛之眾 現在很多是高官達人 名片要拿得出去 你再開Raffle 人家親視你 我現在已經感覺了 這個也是一個 已經要我們成交了 對 我們討論汽車 要考慮到社會性 等一下這台留給你 我就開這個車 當然可以 好 很簡單 剛剛你買了120幾 現在賣70 心痛 但是如果轉換這個 不但不心痛 你晚上還睡不著覺 怎麼樣 新車價多少 現在價多少 新車價269 加上選配我們B&W的數字的 喇叭的全數位 全虛擬化的所謂的音響以後 拉到283萬 原車價283萬 不在你考量之內對不對 2018年式的車 只要賣你180萬 那你想想看 這一個前面的客人 虧了100多萬 你只有虧了幾十萬 你是不是賺了幾十萬的價錢 你這樣聽 覺得自己有賺到嗎 如果這樣換 因為當初我這台新車 也買100多 但如果它這個等級 然後只要100多 聽起來就差 不那麼遠了 好 我們再說得更細節一點 這台車 等級 等級先講一下 技術規格講一下 這台車是這樣 這台車它是R-Design 是T6 以XC60 T6就幾乎快要到旗艦了 馬力因為它採用雙增壓 一個是機械 一個是貨輪 320匹 載著我可以跑快一點 你的馬力180匹 所以不但車格提升了 連性能都提升 對 載著我還有點喘 還有另外一件事 這台車你買回去以後 如果剛剛你講貸款的事情 它可以全額貸款 那你是不是還可以 找幾十萬回來 是 這樣想一想 你還可以有一個機會成本 去做投資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好像應該退到旁邊去 讓你們兩個把訂單 拿出來的感覺是不是 謝謝 感謝你的支持 等一下 我覺得 這就叫頭其所好 很顯然剛剛靖雯哥所說的 你所在意的那些點 還有你習慣買車的那一種 無論是財務規劃的方式 黃總都記住 我都幫你想到了 剛剛每一樣端上來的都告訴你 但是我在想 好 180萬買這一台車 如果今天不只是吉隆哥 我們也想看看 還有哪些亮點 像它這個是最新一代的 所以你看植鋪式的柵欄 看起來那個氣派 還有雷神索爾的這個 所謂的大錘的這個頭燈 LED頭燈 那側面 側面 因為我覺得吉隆哥 可能也想做做看 是 他的旅圈也是升級的 然後霧銀色的後視鏡 還有很重要的 KELISCOPE標配 我們打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椅子 好 我們看到車子 這裡面有看到 R-Design的皮椅 它不但是NAPPA真皮 它還加上了幾皮 雙材料 讓整個坐起來的感覺 舒適性 奢華感 還有包覆性 還有防滑性 都達到巔峰 空間感的部分 等一下你坐進去不要緊 對 再來看到行李空間 因為建宏哥的Ruffle車上 他說放了男孩們的東西很多 空間重要 除了電尾門 還有他這個行李箱空間這麼大 這很寬敞 他連這一個都是電動的 這不是那種標準機械式的 所以你看 這空間就大了 這一點對你來說重要嗎 滿重要的 對 有時候 小孩子有些什麼東西 要搬來搬去 他這個空間就滿舒適的 所以這些就會是 作為家庭使用商 這很重要 露營設備什麼的 很會 他們有各種能打動你的話語 真的 是不是 好在我腦波沒有很弱 還是要坐進去看一看 立刻坐進去 好 我們看 往上面抬頭 看到這樣的一個全景天窗 好 剛剛金鴻哥有說了 他以前不選有天窗的車 但現在坐進來之後 他又說好像現在又可以 相當不錯 因為那時候小孩子年紀小 這開關越來越去 其實我們駕駛的時候壓力很大 又看到這個BMW15支的喇叭 這還不同於一般品牌的 它這個是非常頂級的 你看它有沒有一個 前置式的高音喇叭 這個就消滅了整個玻璃 產生了混淆的音色 讓它的高音非常細膩 先問一下 金鵻哥 以你的體型 坐在這個位置上 你覺得空間感首先怎麼樣 這就是我選SUV的原因 一定要高 然後還有一定要寬 你房車像我坐進去要出來 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SUV會是我的考量 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這個位置這樣坐起來 還舒適嗎 有舒適 有舒適 除了空間 還帶給你那種生活優雅 Arogant的感覺 當然這個車就有這個價值 更何況剛剛跟您分析的 這個無Tone轉換 那是不一樣 你要的試試發動 發動看看 科技感要感受一下 科技感很重 對 然後它這個前面 這儀表的配色很漂亮 是 數位儀表板 對 然後全觸控 你待會可以觸控看看 可以感受一下 這儀表板的設計的質感不錯 因為是直立式的 對 那時候小孩子在的時候 我家裡的音響都不能開 現在變成坐在車子聽音響 也是一架好像很不錯的 一個私密空間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黃總 推薦給金融哥 作為專業人士 或者是要再進階 豪華品牌 可以思考的選項